為了起刷行人地獄的污名 行人院會在今天是通過了行人優先 交通安全行動綱領 規劃在七年投入四百億元 來改善道安 在工程方面呢 是會改善路口的行人安全設施 還會推出限速三十公里的行人 及高齡友善示範區 而除此之外 如果違規紀錄嚴重的話 也會嚴禮要恢復定期換照 證明駕駛部裡讓行人也會祭典 並參加獎席 二零二年底 臺中市發生一家三口走斑馬線 卻被左轉公車撞上 造成兩死一傷的汗事 當時媽媽和一歲嬰兒 當場沒有呼吸心跳 伊拉克及先生幸存 日前臺南女童 害母親過斑馬線 也遭小客車撞上離世 臺灣交通狀況 顯像環生 也遭外媒形容是行人地獄 為重視行人安全行政院院會通過行人優先 交通安全行動綱領 從工程教育監理執法等四大面向 七年投注四百億元改善道安 工程方面改善路口 行人安 安全設施 也會推出限速三十公里的行人 及高齡友善示範區 另外違規紀錄嚴重者 擬恢復定期換照 駕駛部裡讓行人搖祭點並參加掌席 並從校園紮根交通安全教育 在工程面向 我們提出了九項行動方案 我們會從點線面 來推動相關的一個工程改善方案 當然我們也會針對設計法規的一個 檢討跟人形環境的一個考評 日前遭轉彎小客車撞擊身亡的 台南三歲女童父親 則相信這樣的政策 會有一定成效 保障行人安全 至於行人地獄受害家屬 現存的伊拉克級先生對此表示 台灣政府更需要做的是強力且持續執行 行人正義大執法 另外業者應付懲罰性賠償 這樣才會盡到督導義務 努力督導職業駕駛 讓行人安全更有保障 接著黃曼林志堅 溫正恆 綜合報導